这是他故意的 他的精细程度 实在是太极致了 他故意经常晚回家 这样一来 犯罪那天半夜回家 就不会显得突兀了 即便我们去问他案发当晚干什么去了 他也一定能找出让我们无法验证的理由 杨学军继续道 另外 徐丁丁案发当晚 小区电机监控 只看到洛文一个人 并没有发现朱慧如和郭宇 炎阳咬了咬牙 他所有的事情都算到了 一定是他让朱慧如和郭宇 走了电梯 不让监控拍进去 这样连朱慧如和郭宇犯罪证据都没有了 赵铁明皱眉道 那怎么办啊 只能等了 你确定他会踏入圈套吗 啊 我相信会的 万一 他没有看过那份文件呢 你说你昨天 去把信封拿回来了 看不出里面是否被他动过 法医用电脑显示仪 查看文件纸上的指纹 也没有发现有新的指纹痕迹 严良说 他要动的话 肯定不会用手碰的 赵铁明颇感对方实在是太高端了 明明嘴 可是昨天 我们的人一直在他附近蹲点 始终没有见他有什么异动啊 也许 他发现了有人跟踪 不至于吧 跟踪人员 没看到他朝这边看啊 我想 他一定看得出这是个圈套 所以 他要等我们失去戒备的时候再动手 我建议 撤掉在他附近蹲点的人员 只要最后一关把住他 就行了 赵铁明摇头 不 我绝不允许 最后关口再出什么差错 我不能再看出新案子了 之前为这个案子 已经花了大量人力物力 既然现在 已经高度怀疑他 我必须 掌握他的24小时行踪 严良点点头 好吧 那么 就是等了 赵铁明依旧将行将宜 你肯定他会上当 严良郑重地朝他点点头 啊 他必须上当 赵铁明也是缓缓地点点头 这一步棋 是他破案的全部希望所在了 这时 赵铁明面前的电话机响了 这是重案组专线电话 不相关电话 是打不进这一步电话机的 打电话的人 必定是跟踪踩点的人 赵铁明看向旁边的电脑显示屏 显示电话 是面馆门口那条路上的 一个点的跟踪人员打的 他连忙接了起来 目标 步行穿过路口 拐向北面走了 他刚刚 从胯包里面拿出了一个东西 是用黑色小塑料袋包着的 似乎很谨慎地看了几圈周围 然后 扔到了拐角的垃圾桶里 赵铁明下令道 你们快去捡出来 他转向严良 低声道 有可能是犯罪工具 上回大概他藏好了 没有被搜出来 现在 他想丢弃了 严良犹豫地摇头 不太可能 处理犯罪工具有很多种办法 烧掉是最好的一种 没道理这么做 很快 电话那头传来侦察员的回复 袋子已经捡到 呃 呃 这是 里面是什么 赵铁明焦急地问 一块肉 在一起的另一名侦察员也说 哦 是一块肉 什么 赵铁明大惊失色 是 难道是人肉啊 不像 呃 应该是一块鸡胸肉 另一个人也跟着说 就是鸡胸肉 冷冻过的 看着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呃 他走这么远 扔掉一块肉干什么 赵铁明和严良 都疑惑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对看了一眼 同样想不明白 这时 下一个跟踪点的电话传进来